線上聲明表真意 多元管道最便利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地震科判員佳瑜 內政部推出線上聲明服務措施 你知道什麼是線上聲明嗎 不知道耶 線上聲明是要在線上說什麼嗎 線上是網路的新服務嗎 知道啊 我本身是地震室 我在幫客戶辦理不動產過戶的時候 曾經使用過線上聲明 很方便喔 線上聲明就是確認爭議的一種方式 想知道更多服務內容嗎 到金鐘哥來告訴你吧 走 哈囉 我是金鐘哥 以往民眾辦理土地登記案件時 常用附贈核發的硬件證明 或到地資書所核對身份的方式 來確認爭議 內政部新增的線上聲明 就是驗證爭議的另一項選擇 尤其在疫情期間 免出門更方便喔 大家好 我是桃園市地震解說員 我是阿滴隆 線上聲明 需要到內政部地震師數位櫃台網站辦理 首先由當事人開啟土地登記線上聲明 利用憑證 登入同意處分不動產的真實意識 再由地震室或律師等專業代理人完成線上查驗後 就可以到地震事務所送案件啦 代理人如果對當事人的身份有疑慮時 可以利用數位櫃台的 MyData 查驗功能 線上確認當事人的戶籍或身份證資料 多一份保障喔 詳細資訊請搜尋 內政部地震師數位櫃台即可連結進入喔 由 互相彼熊 allowed 去日本